我們看21題 他說這個圖 指點A在指點B牽直上方H 指點A在B的上方H處 以初速V斜角30度拋出去 指點B同時在地面以水平層60度拋射出去 他說不計空氣阻力 中立交互度Z 第一個 他問AB兩指點由拋出至相遇共V斜角 他說他們會相遇 那他們會相遇的一個什麼呢 一個那個必要條件就是說 他水平速度要一樣 他水平速度要一樣的話 X座標才會一樣 X座標始終一樣 然後Y座標互相靠近 最後才會相遇 所以他們要相遇的基本條件就是說 這個這叫Vb Vbcos60度 要等於Va Va就是V cos30度 好 那我現在把Vb算出來 這是二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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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so Vb子ύ乎 VBY等於多少? 所以VB是sin60度 這是2分之跟到3 跟到3V,那乘以2分之跟到3 這等於2分之3V 那A的牽子方向的速度 AY等於Vsin30度 這等於2分之1V 所以他們的相對速度 V對A的相對速度 在外方向的 就這個-這個 2分之3-2分之1V 所以這是V 所以他們的相對速度是V 那碰撞時間 碰撞時間之後是相對距離 碰撞時間相對距離是H 所以相對速度是V 所以這個就是答案 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是問說 AB兩支點能在空中相遇 那V與H的關係呢? 那他要說在空中相遇 首先你看 在他們相遇前 B始終在A的下方 所以如果說 他們沒有相遇 然後就有指點打到地面上的話 那麼是B先打到地面上 所以B是先著地的 所以B是先著地的 就是在還沒達到之前的話 哪一個先著地的話 是B是先著地的 那我們要求他在空中相遇的話 B是什麼? 必須 就是說 著地前 他們就要相遇 每個著地的時間 必須大於相遇的時間 那著地的時間 它滿足什麼呢? 滿足這個公式 這是斜坎 B所地的時間 等於Z分之2V0Y 2V0Y B的V0Y B的V0Y是VB 2分之3 BY平方 2分之9V0Y B的V0Y 2分之9V0Y B的V0Y B的V0Y V0Y V0Y 這樣就算錯吧 那現在我要求什麼呢? 欸?不對 這是最大高度 我公式戴錯了 應該是等於Z分之多少 2VBY而已 沒有平方 平方的話 那個是最大高度 不過最大高度也沒有2 斜拋的公式 斜拋到著地的時間 是等於G分之2VBY 這個等於G分之2 再乘以VBY VBY是2分之3V 所以是G分之3V 那我們知道 著地的時間比碰撞的時間要長 要滿足這個關係 要大於T 也就是說G分之3V 要大於V分之H 那這樣的話 V平方要大於多少 3 3V平方號 3分之GH 看好 3分之GH 然後兩邊給它開根號 所以V要大於多少 根號3分之GH 這是第二小題的答案 但是 谢谢大家